上 越塔越塔 回老头了 上上 你看比赛才刚开始了 老妹已经死了两次了 连送了两个人头啊 你知道这集DX的 好 打得好 对面中单跟大家一直在抓老猫 小胖 我们下楼抓你时间发育 好的 他们上楼很好抓 可以可以 来来来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我马上 这边阿尔法的青亭灯和磁木 好像要去包住这边的老猫回塔的后路 下楼二人队是拍马赶到 老K还在下班野区 本来是要过去了 但是看到对面四个人 老猫也残血了 掉头刷野了 完了完了 老猫又死了 这不四抓一啊 无力无援 上风了 四个人打麻将呢 我队友呢 是老K来了一半跑了 他这时候进场 无非也是再送一个人头 没什么意义 快点打吧 这把肺了 拖一拖还能打 老猫你先发育 不要给他们钢 可以来我这儿吃冰线 我去野区看看有什么吃的 把冰线让给他 然后你又吃我野怪 好人你都做 便宜你都占 成功吃你两个野怪怎么了 你从开局刷到现在 还没刷够呢 你怪我不干个 对面来四个人 我去帮你也没有用 来两个人的时候 我在下落你也看见了过不来 人家野怪七零都不要了 就是要搞你 我有什么办法 而且你的经济 已经在别的路 补回来了吧 不相信比赛完了之后 看实时经济图啊 都闭嘴啊 是不想直接挂机 让对面中推啊 小唐一波 来了 收到 斯曼琳突然从草里跳出来 打了一波对方同战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回程 中路往回撤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 ZGD前期上次单被抓了太多次 估计这是在另招突破跑啊 但是你看 老K还在下半野去刷野啊 哎 哎 你看 老猫来了 他估计是想在有 车子们的情况下去借机报仇 哎 我们中路的中路的 来了来了 中路我们是不是要撤啊 这一打放了 上上上 放了放了 他们要撤了 老猫拦住射手 这波塔我们必须要推 别看了 别看了 保一地 鱼丝路时 斯曼琳闪先进场 以跟其他战数的对面射手 这这这这这这这 这波啊 你看以前啊 老K和老猫总是捆绑着出现的 但今天没有老K 老猫打得一对 打 稳一点稳一点 稳一点稳一点 我有机能 两个人都没能保住百慕鬼 全靠着老猫一个人肉扛 不过刚才斯曼琳算是帮他报了一次仇 经济赶上来一些了 我们各自带线发育 一会再团一波大蛇 好 注意他们人都在带线 保一波 保一波 期限 期限 保塔 小小你没有发现啊 如果说刚刚那波团战 是因为老K在下路偷塔引起的 那现在大家分开发育之后 老K和老猫这对好基友 还是各走各的路啊 确实 ZGDX的双C好像是谈恋爱了 但是今天上野有点闹情绪啊 老猫你拖住鸭天狗 我们打大蛇 好 好 果然啊 ZGDX这边四个人是到了中路的河道 如果说老猫的下路 能够顺利地拖住对方的鸭天狗 这条大蛇肯定是稳拿了 啊 没错 拖一下 等他等我 等他等我 哎 鸭天狗摆脱了老猫的纠缠 神星到了中路支援 集合了 集合了 老猫现在怎么还在下塔呀 可是鸭天狗是不完状态过来的 难得ZGDX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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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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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出去他们来了啊 老猫 快点过来看团 要开映着位置等老猫 老猫还在下路 但ZGDX�cancer已经开舌了 马上法正队五人赶来 那把他们打 相面队四打五的局面 黑七地日荣已经被打散了 有了那个时候 有了这场 徐马 齐子班现在的位置 现在虽然还比较安全 但是他的队友已经扛不住了 小胖倒下 她二法的支援太快 我一个辅助根本扛不住 狗猫还在下路等待 杨田 lóg一个跳笔 现在双子已经被击杀了 大蛇肯定是要丢了 老猫还在大县 老K只能在草里 and 看收 ao ca儿给你 拿掉了 小双子和鬼齿 鬼齿可能会成狡 二法已经要开始打大蛇了 开始打大蛇了 老K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在草丛附近埋伏一波 老K直接经常抢大蛇 能不能抢下 老K直接被秒掉 被秒了 他刚刚就逃了 你在干什么 连个鸭天狗都偷不住 我什么装备你看不见吗 自己抢不大蛇怪我 不怪你怪谁 鸭天狗能神情 你怎么不能神情 你看不见我血量 过来送啊 你俩先别吵了 来继续 省一波 小心一地 来来来 把兵线带到了高地 不过阿尔法反应也是很快 迅速回城守高地塔 回高地回高地 回锚 回锚 鬼石黑偷塔代仙不成 只好掉头回家了 这边啊 ZGDX上单位置 前期送了太多次了 看一下数据图 哎呦 只有两个助攻 而且经济也差了很多 这个时候大蛇又丢了 如果ZGDX还不改变战术 后面难打了 阿尔法肯定是要届时推波高地的 今天这场比赛 几波团打下来 感觉ZGDX已经是打得有点散了 这选手心态可能也有点崩了 是 如果这个时候阿尔法那强行B团 胜率很高啊 哎 说来就来说来就来了 老K想绕到后面 拒绝阿尔法后排 但是自己被控制了 老猫入场了 老猫入场了 这时候进来还有意义吗 这时候老K都挂掉了 我别瞧老猫一个人单挑 老K都死了他才来 这也太晚了呀 是 撤 撤撤撤 哎 这边阿尔法打上来了呀 就要一波了呀 万里他们还能走出吗 来来来 空打 我住 我住 没钱还没钱 推打 推打呀 这个时候ZGDX 请铃 已经完全暴露在了 对方的伤害的 请铃线 请铃线 我扛 我扛 还是因为很好 只有老K起内厚啊 之前打的一点配合都没有啊 拒绝阿尔法这波 俯完了状态 但是老猫已经牺牲了 没有前排 阿尔法摆布鬼一直在点基地啊 这边比赛打到现在 ZGDX因为上路失守 已经打得非常艰难了 阿尔法 阿尔法上了 阿尔法是打的极限一样 他们在狂点基地 哦 点掉了基地 伴随着基地爆炸的声音 ZGDX也是吞下了 全过联赛的首场败季 在这里恭喜阿尔法战队 打下比赛 恭喜阿尔法战队 那这场比赛打下来 我也得想到 就是对于ZGDX这支战队的 一些非议啊 好 你是说 难道ZGDX会因为双C的恋爱 导致战斗力下降 而且整个俱乐部 会深陷囹雨吗 怎么了 想到那局螺旋爆炸 回来了 今天状态不好 输给阿尔法这种老牌强队 也很正常 没事 拿起精神来 是啊 下周周日 对战Fanatic才是硬仗 吃一线长一只吧 还有YQCB 都是不可小觑的对手 隔壁战队现在是真的强 自从教皇加入了之后 整个战队的风格都变了 就像催化技一样 连他们的队长辅助都变成了 曾经那个席位赛辅助之神 凶激进 要是被他们抓住了机会 那对手就很难翻身了 下场比赛要是不想输呢 那就要看我家打野 管不管上路死我 那也要看我们上路经济 在跟不上的情况下 是否还要继续浪 你们两个这样的心态 再输比赛也不是不可能 我的天哪 K生的眼神太可怕了 宝宝害怕了 怕什么 完了 完了 我们家上当和达爷感情破裂了 什么 老猫和老K 他们俩闹孩子脾气 需要有人拿柳条抽一顿才会变管 其实我倡导爱的教育 是吗 哦 你怎么办呢 嘻嘻嘻 老K刚把万年不变的直播间名给改了 以前他叫和猫妃双排调分 不是吧 这感情破裂的大戏还有完没完啊 新的王妃上去的 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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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GDX上也感情自恋 好情人之后都受了门之内 破裂了吧 二十三个 二十三个 也太会带节奏了吧 真是怕气不死你们K神大大是不是 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啊 还二三三三三 商女不知王国恨 隔江有场后听话 累了 不播了